专访女神正能量。Chemico,成为自己更好的版本。 Chemico举手投足充满魅力。图记者业症薰社。2010802.12。 专访这天,与舞蹈老师Chemico相约在他的同名教室Chemico Studio,以踏进教室空旷而附设计感的活泼氛围,令人忍不住想扭动身体。 Chemico一身黑纱后服短洋装,拍照的他相当性感,举手投足充满女人味,讲话得他却像个亲近的朋友,丝毫没有距离感。 提到舞蹈对自己的象征意义,Chemico描达,Everything。舞蹈是我的一切,舞蹈是我喜欢的事情。 但他坦言,我觉得更辛苦的是成为老师,老师这件事,其实我每天都很想放弃,因为舞蹈是我一个人的事情,不管再辛苦,再疼痛,都是我的事。 但老师是全部人的事,你可能要考虑每一个来上课的学生,他的心理跟生理感受,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。 Chemico认为舞蹈是自己的一切。 图记者业症薰社,20101802.12。 很难想象带领无数学生踏进舞蹈教室的他,会有这样的感想,他随即分享自己牢记十几年的故事。 十几年前,我一开始当老师,觉得跟大家运动,跳舞相当开心,但真正下病决心当老师的原因,却是因为一个女学生。 提到女孩,她仍是记忆犹新,她每堂课都跟住我,很认真,我那时觉得她很喜欢跳舞跟运动,她甚至每次上课都会写一封长信,下课交给我,几个月之后,她有天问我可以聊聊吗? 一开始她还有一些不好意思,后来开始聊舞蹈跟感受,在聚会快结束时,她忽然说,老师,乃在课堂上让我们相信自己可以改变,好的改变,可是我要很诚实地跟乃讲一件事情。 她那句话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 Kemiko 描述,女孩流下眼泪,对她提问,可是乃知道吗? 丑是不能改变的。 那一刻女孩所有情绪向她涌来,我那一刻很冲击,在我眼里的她,不仅很贴心, 还有内涵,这个女孩竟然会这样看待自己,我看到她对自己的不安全感,更没感受到别人对她的赞美,所以她看不到自己的美好。 从那一天起,Kemiko 下定决心,我要求自己,要很明确地称赞每一个走进教室的学生,让她真的打从内心对自己有自信,任何优点,包含内涵,贴心等等,都可以在学生身上直接被看见。 Kemiko 难忘女学生的故事 图记者业症薰射 20101802.12 专访当下,故事停留在女孩哭泣的脸与Kemiko内心遭受的冲击,但后来Kemiko特地致电补充故事的结局,这个女孩后来出国念书,没有继续上课,好几年之后,我收到她的请帖,邀我去参加她的婚礼。 在婚礼当天,她刚祝大家的脸,对我说,谢谢老师让我相信有人喜欢我,我一点都不丑。 我蛮开心她有勇气在大家面前讲这句话。 每当教学遇到挫折,女孩的脸总是不由地浮现。Kemiko坦言,当老师最挫折的一件事,就是反复说同样的事情。 最挫折的部分,就是每天都要重头再来,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想到女孩哭泣的脸,然后有能量继续往下走。 对于她而言,舞蹈与运动可以改变一个人,因为舞蹈跟运动非常合理,如果在日常生活中,要穿比较特别的服装可能会有些害怕,但在教室这个空间中,会让人觉得只要动作稍稍不同,就会变得不一样。 后来才发现大部分的人比想象缺乏自信,在班上只要有一个人得到自信,就会感染整个班。 因此,我会要求自己,确实,说出每个学生好的改变。 Chemical 亲手打到自己心目中的梦幻舞蹈教室。 图记者业症薰射。 20101802.12 提到Chemical Studio,Chemical眼里充满光彩,我们光是这个就花了好几百万,因为这是两厅院等级的地板。 拉下来的白幕是3D投影,LED灯可跟住音乐节奏变换,我们希望可以在亚洲打造第一个剧场跟摄影方形式的质感舞蹈教室。 不仅具功能性,安全跟专业度也超好。 他还透露一位教室尺寸特殊,地板还特别开模定作。 在这间教室里,他完成了所有梦想。 关于2018年的新进度,他笑说,我在2018年即将推出第四本书,最兴奋的一件事,我们终于要有自己的教具了。 因为遇到很多贵人,让我可以成立自己的品牌,全面性地帮助女生,不管是心理或身体的美感都能顾及,而且是符合亚洲女生美感的生活方式。 Chemical一路走来,在舞蹈及运动中领会,在生活中成熟,正如他所言,我希望大家成为自己更好的版本。 我们每一年都要比自己原本的版本更进阶一点,那个新版本会让我们更喜欢自己。 在他身上,我们确实看到了无限可能性。 Chemical希望大家成为自己更好的版本。 。 图记者业症薰社。20101802.12。